二月份除了过年元宵节二八廉假之外 其次还有一个很大的群聚就是 学校里头开学了 而且孩子们12岁以下是都没有打疫苗的 没错 因为我们现在的疫苗政策 是涵盖不到12岁以下的 所以其实这一次的Omicron 也不管是在国内国外都有一个特色 就是儿童青少年都开始得的 而且得的还不少 然后我们现在虽然得了说是轻症 但是不晓得对他日后的一些后遗症 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其实这才是我们要值得观察 而且很重要 你看上台大的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民就说 小朋友容易受到感染 那他的精神恐怕不打是不行的 因为会引发神经学方面的长期后遗症 那么联合医院的吴医师 他提到了这个 这听起来好恐怖 幼儿感染造成多系统发炎症候群 死亡率大约是1到2 那爸妈要采取一些策略 这到底怎么做 这两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我想这个是一个大家听了 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 什么多系统发炎 其实叫做Multi-System Informatory Syndrome 包括一个children 表示说他的发炎到处都可以 可能皮肤 关节 甚至咽喉 甚至我们会不会造成像 类似川崎式症的之后 一些咽喉炎之后 以后造成心脏的一些后遗症 然后最近还有像刚刚讲的 还会不会造成一些神经系统上面的 这个合并症 其实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 因为小孩子第一个没打疫苗 所以他的基本上这次传播比较快的时候 他被感染的机会就比较大 所以你可以看这次感染的族群都是15岁25岁 甚至你可以看我们小于9岁的10岁以下 也都有60个 这是跟以往不一样 那第二个就是因为他感染了之后 因为他还要活很长一段的时间 他的合并症会不会出现 然后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像这个MIS-C的时候 他就表示说全身因为细胞激素的一个风暴 造成了多发性的感染 多发性的发炎 所以他就是说采取一个 我们说这个副检副策略 那其实这个就像什么 什么意思 我们小时候都养了一个残宝宝 那个残宝宝你还没有破检之前 你看你把它包得很完整很密实 所以你表示他你照顾的人 要打疫苗不能感染 你爸妈要打疫苗不能感染 你祖父不能感染 你同学不能感染 你老师不能感染 你所有接触的环境 人事地物都要被保护得很好 那这个是很难做的 那所以我们也只能就是说 好 那我们以前说 那个老人家打疫苗 是先保护好自己 后来青壮年 那个儿子打疫苗是为了老人家 现在我们现在要缓过来 老人家跟青壮年 那爸妈要打疫苗 就为了这个小朋友 让他们能够像一个 这个囧一样的 这样把它包覆得很好 让他们尽量少接触暴露 那一直等到这一次的感染过 就是爸妈 阿公 阿嬷 自己打足了疫苗 包括第三剂的加强针 透过你们这样子的保护 来保护小朋友 因为其实从1月1号到2月4号 这是指挥中心的数字 本土的感染222人 那其中0到9岁 还没有算到0到11岁 0到9岁就60个人 你看3到4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是小朋友 比例这么的高 那如果来看 各个年龄层打疫苗的情况 来看好了 我们看两个年龄段 第一个30到64岁 这个年龄段 我们把它当作像父母亲 可能这个也有到主父母号 先看父母亲的这个年龄段 完成第三剂接种15% 然后25% 那阿公阿嬷呢 尤其我们比较担心的高龄 因为高龄还要保护自己 也都不到4成 所以这真的是需要好好加强 对啊 其实大家常常打一些如意算盘 结果就打相反了 事实上国外发现的是相反 就是说大家想想看 小朋友要怎么包得住 他去幼稚园托儿所去上小学 他旁边的人偷偷没打疫苗 所以这个所谓的群体免疫 结果就是相反 小朋友被其他小朋友感染 带回来就影响了家长跟长辈 而且这一波Omicron 在小朋友的表现非常特别 包括在南非最早发生的国家 他发现在这个我们年龄层的最底端 这些小朋友 这个检验阳性的住院率 是比过去要增加很多 而且比这个青转年要高 那另外呢 就是说在美国 在英国 他都看到小朋友单日住院数 都冲到比比尔塔的高峰 还要高到三倍以上 所以事实上 小朋友真的是首当其冲 那小朋友刚刚也讲到 除了会产生多重器官系统发炎的 这样的一个致死率高的一个疾病以外 这一次还发现 小朋友其实也会有一些秀位觉异常 也会有脑雾 还有呢 已经发现了比过去更高的脑炎 脑炎小朋友出现了 然后呢 抽搐啊 这个眼球震战啊 等等的神经系统症状 在急性期就已经有了 那这些在未来 包括在急性期造成 他有可能致死率高 在未来的后遗症 乃至于美国的这个疾病管制署 在一月初还发表了一个研究 18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小朋友 感染之后糖尿病的风险 上升了2.6倍 这些都告诉我们 急性期跟在未来 他的这个发炎反应 以及所造成的后遗症 是不容轻忽 而且小朋友一点都没有说 好像他就不会有问题 我们就不用管他 当然就自己保护自己就好 其实不行 这会有连带关系 而且小朋友本身也是会受伤害的 还有这个脑部 脑部的问题影响很大 除了脑部激励的问题之外 甚至他会提前失智 我们大人都怕失智了 如果小朋友他还在学习 这还得了 当然也不要以为说 好像真的没有症状 因为其实包括了像是 黄少奇 还有一个网红 他们是在国外 孩子得了 孩子还打了疫苗 因为国外可以打 他说发烧 然后甚至全身痛到 有点像满清十大酷刑 是 其实他们的状态 很像现在我们在国外 或者以后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防护 我们会看到的状况 就是比如说以黄少奇来讲 他其实是两个小孩 去美国念书 所以他的太太也就去陪伴 那陪伴结果 当然一旦小孩感染 就全家都感染 三个人都感染 那第一个事情 他说发高烧 他说那个时候高烧到40度 高烧到40度 然后第二次 他说其实因为美国 现在的状态就是 除非你很严重 不然都是在家自我照护 然后有时候症状是 像一般感冒 可能有些感冒症状 像或者有些呕吐不舒服 可是他说真的严重起来 他说那个头非常的痛 而且痛到甚至全身都没有力气 那另外一个网红也一样 他们是包括三个家庭 全部就朋友之间 他传播力非常好了 之前有时候根本没出门 朋友来一趟就都中了 所以他们三个家庭都中 那中呢 他的小朋友是还好 他说小朋友 其实在这一波里面 小朋友有些会变重 可是有一些多数 他是没有什么症状 一下就好 他说他小朋友再半天就好了 问题是他就会变成 一个活动感染源 而且他小朋友好了 他大人很严重 他说他那个时候 痛到像满清十大酷刑 他说他连续高烧 然后头痛了五天 然后全身酸痛 一度都以为自己要死掉了 对 他说头聚痛 抽痛都痛到晕 所以小朋友感染 其实刚才 第一个署长讲到一件事情 我们担心他有多发现炎症 担心他脑炎 第二件事情 他如果没有重症 因为他人数太多 都没有打疫苗 所以他可能变成一个活动 可以带着病毒走的 第三你会发现 在台湾现在面临的状况 是什么 他们不可能不让他 不可能让他一个人在家 他们要住院 还有人陪他 等于说他们一陪 就不小心 那个人也感染了 所以他越来 如果这个情况 我们没有控制好 你要知道 台湾因为 这几年少子化 然后那个 额科相关的病房 真的没有那么多 到时候会另外一个状况出现 就是他们要去住哪里 好 那叶宽老师 因为孩子现在在台湾 12岁下是没得打疫苗的 这个时候家长 可以怎么样帮孩子 调养得好一点 我刚才听肃清姐讲 好像就是正邪大战 其实我们人体 就是一个正邪大战 那我们要增强自己的正气 那我们一旦 如果从古书里面讲 一旦感冒了 第一个邪气会躲在哪里 它会躲在我们的横隔膜 从西医的角度横隔膜 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用 但是从气血的角度 邪气最容易顶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说会有打嗝的现象 会失到逆流 其实就是邪气在这里 那我们要来帮它把它排出去 那我这边准备了一个就是我们的背部 脊椎在正中央 两旁是我们的膀胱筋 那膀胱筋最重要就是要把邪气推出去 那如果是小朋友 我们想不要等 不是说等到了感染了 我来做 就是你现在就可以增强它的正气 然后把邪气排出去 那你只要让小朋友趴在这个床上 然后两只手一定要打开来 腋下这个地方要打开来 那你在推的时候可以用精油 那我个人会用老姜母的精油 不要用薄荷的 因为薄荷会有凉的感觉 精油会有热 然后你把它放在自己的手掌 那家长如果是妈妈 记得要把手搓热 因为女人过得四十很容易手脚冰冷 所以要把手 我没有给她的是热气不是寒气 用油把它搓在手里搓热 就从臀部这个地方 一路的把它往上推 所以是推从这里 红色这两条是不是 对 一定要先从左边 先推左边 我还画错线了 先推左边 再推右边 OK 推左边 再推右边 那你在推的时候 就从这个腰部这个地方 一路的向上推 中途不要停 那特别是在胃的后方这个地方 要加一点点力道 那要推到整个背开始发红 那有时候小孩子就发热汗 那有的小孩子推到一半 弹就出来了 我们认为那个脏的东西 不好的气就出来 好 做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保护自己 你在推之前一定要吸一口气 推的同时 不然那个邪气是会上升的 你在做的人也要保护自己 把它向上推 那推完之后还有一个重点 去户外把手甩一甩 那在甩的时候 我个人因为我有四个小朋友 还好这里有保护 我有四个小朋友 每次帮他推完 我的手是冰的 那我就会去户外 把手这样甩一甩 甩的时候都感觉会有冰 划过我的手 所以我回去要赶快 孩子洗完澡 大家就可以帮忙推了 那饮食方面 我们请雷神告诉大家 让孩子免疫力更好 这个时候可以帮孩子 弄什么样的料理 其实我们今天要做这道是 黑蒜海鱼起司滑溜蛋 名词很长 那其实这道菜 跟我们那个有点像松露炒蛋的 用意是一样的 但是我今天是要用 黑色的蒜头 来去做这道菜 首先一样我在这锅子里面 会加一点印加果油下去 印加果油 因为以前我们都会用 橄榄油 苦茶油 其实印加果油也很营养 所以我现在都会用 印加果油会比较多了 第二个就是我们会把 香菇 干香菇 放到锅子里面 冷锅冷油的方式 稍微去把它做一个 炒香的一个动作 蜷菇类有多糖体 对民意有帮助 对 那接下来我们要放的是 黑蒜头 黑蒜头 黑蒜头一样把它放进去 在锅子里面 去给他做一个停留一下 黑蒜头如果买不到 或者想自己做的话 我们今天看2.0 教过两次 也是我们雷师傅教的 大家可以去找影片来看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在锅子里面 让它停留一下之后 整个那种香味都出来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放的是海鸟鱼 OK 这海鸟鱼我们就是连皮 都带都在里面 一样把它放进去 很多孩子不喜欢吃鱼 然后刚好把它切小丁 然后这个又没有刺 是 好 把它放进去之后 我现在首先要放的是这个香料 这香料就是那个 香黄 咖喱粉 咖喱粉 小朋友也比较喜欢 把它放进去 有一点像炒咖喱那种感觉 OK 然后在锅子里面 去给它翻炒 所以不能用咖喱块吗 咖喱块就整个哥哥了 对 整个哥哥 就不好 我们用咖喱粉去给它炒香 让它整个香味都完全出来 所以我还看到了像新香料的功能 也在里头 然后包括蛋白质 多糖体等等 叶冠老师 像你四个小孩 而且你自己练气功非常重视健康 然后大家看一下 叶冠老师其实现在是站着的 为什么 因为他有在做料理 因为我发现健康2.0的食谱 很适合快速就可以煮好一道菜 而且色香味俱全 对 所以你每次都会很认真站起来看 那你平常像现在防疫企业 你怎么帮孩子准备料理 其实从疫情开始 已经两年多了 我大概我每一个月会买两斤的蒜头 这是最大的一个不同 吃生蒜或者是菜里面都会加蒜头 可是很辣 稍微处理一下是不会的 你怎么处理 比如说像蒜泥白肉 你只要醋一加进去 那个味道跟辣味就少很多 像刚才讲的黑蒜头 基本上就没有那个辣味 因为古苏里面蒜头就是杀菌的 效果非常好 OK 所以你是增加蒜头 或者像你今天用黑蒜就对了 好 那我们现在在锅子里面 我们把它放一点番茄进去之后 首先我们放一点高汤 高汤 高汤把它放进去 然后放进去之后 整个那种高汤 让它完全有足滚起来那种感觉之后 把我们所有的食材 稍微一样 让它在里面稍微滚汤一下 滚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这个要准备的是大量的起司 起司 这起司我们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就要迅速了 这时候动作就要快了 我们现在要把蛋把它打进去 那滑溜感要出来 小朋友最喜欢吃这种滑滑的感觉 对 好 一样我们稍微在锅子里面 去给它做一个绕圈圈 这时候动作就开始要加速 所以每一口里面是有起司 又有蛋就对了 对 很营养 对 让它整个滑溜感 趁着这个就是还没有凝固的状态 把大量葱放进去 放进去在锅子里面 一样关起火源之后 利用锅子的余温 去把它做一个翻炒的动作 这样就完成了 这样就完成了 太棒了 大家在家里头一定要做做看 这道黑蒜海鱼起司滑溜蛋 将营养的海鸟鱼和黑蒜头 加入开胃鲜香的咖喱 一同拌炒 再搭配香浓顺口的滑蛋 丰盛又美味 帮你健康提升免疫力 果然之后来看 陈时中在年后说 边境又要再开放了 从原本的7加74天 要缩短为10天 脚步会不会太快 台湾准备好 要与病毒共存了吗 有这样的条件吗 马上回来 各位观众好 我是郑宇浩医师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减糖瘦身 减糖瘦身 它其实是一个 最人性化的瘦身方式 它可以不用在一个 很强烈断食的状况下 就可以达到瘦身的效果 这个减糖瘦身 我们把它拆成四集的内容 我们会从初阶的到比较后面的 比较进阶的简单来做介绍 快来加入健康2.0 YouTube 频道会员 超市活力班 尊容养生班 都能观看线上专属课程 还有好礼送给你喔